7日凌晨零点东部干线的台铁车票 网路与语音系统都已经开放订票 不过有杂志媒体指出 自2011年铁路警察局设置禁网专案至今 查获黄牛集团买票 到2013年黄牛票高达76万1000多张 暴增180倍 甚至一度瘫痪台铁订票系统 造成民众担心2014年 是否也会有同样的事件上演 但台铁与铁路警察局表示 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黄牛票瘫痪系统的问题 民众大可放心 我们持续的都在严密监控当中 只要发现有这个异常的情况 我们就会把相关的资料 移送给铁路警察局来做进一步的侦办 而铁路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 谢明顺也表示 除了设置禁网专案 增加验证码的输入等等方式 来稳固订票系统 也与台铁紧密结合 只要发现同个身份 买票次数多于六次 就会下去侦办分析 而台铁棚棚科长也表示 为了降低一票难求的问题 春节期间也不贩售团体票 每天的订票张数是一个人六张 这个假期 1月28号到2月5号 整个输入期间 至少是不受你团体票的订票 而民众表示 这次订票没有往年难订 网路也没有赛事的问题 只是若要做到快速又舒适的列车 普悠马或是泰鲁格号 还是南上加南 我觉得凌晨订票会比较好 就是因为就是刚开始 它现在都是凌晨才就开放订票 所以你大概12点之后 因为像我们也不会很早睡啊 我们就大概12点之后就订票 这样比较容易订得到票 而且这次台铁就是车次比较多啦 我觉得过年返向的话 有时候要回台东 台东资本 所以台北到台东的话 会比较远的距离 所以一定要希望能够是 有订到位置 但是我们住台北嘛 有时候要想要做普悠马号 这一类的很难买到 有时候用网路 对有时候现场买票 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 比较好买到票 现场 对对对 早一点去买台队买票 台铁也再次提醒 若民众7日订票 两日内未取票 会在9号上午9点 再释出票数 民众得要把握机会抢票了 记得亚梦嘎造 台北市采访报道